卖个头就表示那人特别不行 特别不怎么样 但是一个字都没说 你就懂意思了 陕西人就懂意思 所以他有无数的身体语言 表情语言 腔调语言 姿态语言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观看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做一期节目 说佳能相机真的实在是太差 我现在用佳能的相机 全套佳能的相机 全都买回来过 而且都在用 我的主打相机是佳能的5D4 用了四年 然后是佳能的1DX3 用了一年多 然后像佳能R啊 佳能R5 R6 现在我的主力相机是佳能的R6 RP也都用了 所以说佳能相机 我把它的全系列都用了 它好不好 香不香 实际上我对它也不满意 但是 不满意当中 还只能用佳能 为什么呢 人常说 你看现在的相机 人家各有各的卖点 你比如说 射尼 对焦快呀 那是指哪大哪 蹭蹭的 包括人眼识别 鸟的眼睛识别 动物眼睛识别 都是贼快 是吧 尼康 人家相机做工好呀 连排快 做工好 节省耐用 人军工企业 上过那个 上过那个叫航天器 还是叫什么 上过天 是吧 富士人家底大呀 人家有中化服呀 是吧 所以说 人家每个相机 都有自己的 拿手绝活 佳能有什么 佳能要对焦 没损一块 要机器做工 没泥康好 要底大 没有 没有人富士 底大 是吧 那佳能有什么 为什么还非得要用佳能呢 我个人是非得要用佳能 没有其他可选性了 为什么呢 尼康我用了 二十年 我对它是既爱又恨 苏尼我无限次 无次数的把它试用了 多少回了 因为苏尼有官方体验店 我把它的 Alpha 99 Alpha 7 7 7 4 7 3 都反复的 实验过 有时候我在 苏尼的官方体验店 一待一整天 然后呢 而且苏尼的官方 体验店 有个好处是 你自己可以插卡 插卡回来 可以研究相机 我经常 我带着卡去 然后在它的这个店里边 把相机 把卡插上 回来之后 在电脑上 我一天一夜的分析研究呀 因为我试啊 我也有个毛病 我试任何品牌的相机 我直接就是先 先试它的这个顶级 顶级系列 然后再试它的二线系列 你比如说像 佳能的就是 一系列是它最牛的 五系列就是它的二线系列 六系列就是它的三线系列 所以说 苏尼也是一样 它的阿尔法九系列 和现在的阿尔法一系列 是它的顶级系列 尼康是它的单数字 你比如说像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现在是第六 现在出来马上 Z9马上出来了 各有各的绝活 各有各的拿手好戏 但佳能有什么 这不得不说了 佳能 只有一个牛处 佳能就是 真正像好 照出来的像好呀 所以说 为什么 这么多人 都在 买佳能 用佳能 因为 它拍照让你放心 拍出来的照片 真是 自然 透彻 相机的做工 让你用的 也是非常放心 因为曾经有人说过 佳能的五第二 所谓的就是咱们说的五第透 五第透 有的人快换用一百万次还在用呢 三百万次还在用呢 具体的咱自己也不能考证 但是 我可以说明白的一点就是 五第透 当初 是一款 战斗型 相机 无数的影楼 无数的儿童摄影店 无数的 专业的个人的工作室 都在使用 无地透 所以说 佳能的相机 做工好吗 看起来一般般 但实际上 用的时候 那是做工真好 尼康相机 看着就着实 用起来 实际上跟佳能没什么区别 那主要做工 主要的东西 在哪呢 快埋的耐久 测试度上来说 佳能 现在也都是三十万次 四十万次 这种耐久性测试 所以说 一款相机 你尽情的用 不用操心什么 所以说 从佳能的耐久性上来说 机器做工上来说 你包括它的 大透子系列啦 什么 这些 EDS3系列的相机 现在还有好多追捧着 不断的在玩味 不断的翻回去在玩 尤其是佳能的用户 或者说 其他品牌 转到佳能的用户 还翻回去购买它的 五滴透 你比如说二手市场上 五滴透 特别火 五滴四十万 特别火 EDS3 很火 为什么它火呢 为什么好多人进来 还要翻回去再玩它的 这些系列呢 无非就是想把它弄动 弄偷 理解它成像 好 好在哪 好用在哪 这是大家为什么 翻回去 把它二手 你看佳能的二手 特别火爆 佳能的相机 几乎不愁卖 发上之后就卖了 是吧 任何品牌 任何一款都不是要 只要你价格稍微合适 它在市场上的流动性 这么好 证明了什么 大家都不傻 是吧 证明了它真的是好呀 所以说 别看谁对焦快 佳能现在也都追上来了 佳能现在出来的R23 眼控对焦 你们有吗 别的相机品牌有吗 所以说 佳能现在玩的这个眼控对焦 说不好听的话 不新鲜 为什么不新鲜呢 前二十多年它就有了 它原来的EOS50 EOS55上 胶片机的时候就有 我那时候就买它的胶片机 我那时候差点买EOS3 或者说是55 EOS50D 那时候就是 50 那时候就是 基本是入门嘛 相当于尼康的F80嘛 在那两个相机之间 你可以选一个 那时候佳能就有眼控对焦 胶片时代 所以他说他现在用的这个眼控对焦 只是把它的性能 什么的提升了 但并不新鲜 为什么呢 他以前就有这技术 是吧 现在搞得你 死你 你对焦快 我来眼控对焦 眼睛看哪 焦点对哪 这技术 你不服不行 所以说 佳能 有什么好 没什么不好 但是 其他所有的相机 还都没法跟他抗和 所以说 佳能什么好 佳能成像好呀 一台相机 要的是什么 我要相机干什么 我要相机又不是砸核桃 我要你那做工那么硬干啥 我要相机就是照相 所以说 一台相机 照相出来好 就是它的命埋呀 你对焦再快 你出来那相片不好看 颜色不行 我要你对焦那么快干啥呀 是吧 你那个做工事的 砸核桃都行 你成像灰不垃圾的 不行呀 我要你干啥 我买一台相机 就是为了照相好 是吧 所以我买的相机 是留下那块 照相好的那块相机 哪个相机照相好 就是那最不满意 最烂的那个相机 佳能相机 所以说 我有时候老说 佳能相机好 有的人老觉得 我给佳能打广告那似的 好像佳能给我什么钱了似的 他买的 他一分钱也没给我 是吧 我都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我只是把我的经验 告诉给后来着 告诉给我亲爱的摄影朋友们 是吧 和新进摄影圈子的人 我不拿一分钱利润 没有一分钱的这个利益优害 所以说 别的相机都有他的拿手绝活 核心 没掌握住 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照相要好 是吧 所以说佳能 还是厉害 包括他的科技力量 还是厉害 他的镜头的 成系统化 从很广的广角 到大长焦 你光一看这个体育赛事的记者 野生动物的记者摄影者们 一出来都是白炮 那还都是佳能 是吧 搞专业的人 大家都不傻 都在互相研究呢 弄得很清楚 你比如说现在摄像领域 索尼的相机一军突起 但大家对他的色彩什么 很有诟病了 新锐 大家好多人玩 索尼就是对焦快 玩 但实际上 索尼 索尼你一旦把他集成买了 那后面镜头 你玩不起啊 为什么佳能镜头现在贵呢 大家觉得贵呢 佳能哪一款镜头 比索尼的镜头贵了 同规格的 我想问问大家 哪一款比索尼的贵 没有 佳能为什么现在这么贵呢 尤其他的RF系列 出来之后这么贵呢 那都是索尼带坏了 索尼那所有的镜头出来 那价格都贵得离谱 你怎么玩 光就让你玩那551.8去 玩那些 弄个标签 弄个蔡司镜头 弄的 说不好听的 那真一般般 是吧 佳能现在出来这个 你像大三元 1535 2470 70200 全都出来了 早都卖了 好长时间了 你随便用 是吧 你们刚吃了一个70200 二代 现在就炒作的不得了 F170284你的 是吧 你想这佳能这个51.2都 都玩了快20年了 你刚现在吃了一个51.2RS 那你这差得 差得远着呢 你的时候就不对啊 是吧 所以说 所以说 佳能现在把常用镜头的RF系列全出来了 大三元不用说 小三元都都齐了 1435 啊 然后这个702004都出来了 24105 是吧 小三元 大三元 超三元还马上出来了呢 超三元早就出来其中一款最常用的28702 那瘦制现在卖到快三万了 卖到三万了 刚刚的 绝对堪比定交镜头 是吧 所以说 佳能的 佳能在影像行业内 还是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啊 所以说 开个玩笑 佳能那么差 我为什么还要用佳能 我是交了好多学费的呀 尼康全套 全系列 所有机身镜头 200毫米以下的镜头 我全用过呀 没有一个没买过的 佳能也是全系列全套 全买过了 全都用过了 然后 索尼都试用过 没买过 为什么呢 每次试用 我就特别不满意 所以我就没买就回来了 一直到现在 我基本上经常去试这个索尼 都没买 因为实话实说 我用佳能 虽然佳能这么好 我对佳能还不满意呀 所以我就也试富士 也试索尼 就常用的 就这几个相机 包括哈搜 我都试过 最终确定 只能用 佳能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 收看 爱的社友圈子里的朋友们 大家好 好久不见 我想你们了 这阵子呀 我总是做这个 陕西画观众方言的节目 所以说呢 摄影的节目都做的少了 冷落了 今天 必须做一下 必须做一下摄影的节目 这期节目 主要给大家 谈一下 佳能相机的 最新的 RF 顶级镜头 目前 佳能 三款 RF的定焦镜头 超级牛 哪三款呢 RF 51.2 RF 85 1.2 跟DJ 还有一个就是RF 100毫米 微距 这三个镜头 这三个镜头呀 超级牛 为什么说超级牛呢 目前带领着 佳能 光学素质的 最高境界 没有别的可选 这镜头 现在卖的多少钱了 我刚开始的时候 佳能的51.2 可能是12000买的 现在二手的需要 15000到16000 全新的卖到18000了 你想想 他好不好 肯定好 我把两个51.2 都卖了 那我是玩出来了 为什么说这三只镜头 现在真的好呢 不是半戏一星半点的好 是太牛了 这三个镜头 我都有 我都有 有些人 有些人老觉得 为什么最新的器材 我都买呢 是不是我特别有钱 我确实挺有钱的 我确实挺有钱的 钱不是问题 我就想要好东西 我就想要好东西 这个镜头好到什么程度 首先咱们说 RF的51.2 这只镜头 如果是一个小电影 为什么说好呢 他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的 这几只镜头不光是照相好 他摄像现在特别牛 关键是 这是重重之重 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进入了这个视频时代 所以我们很多镜头的这个研发 与摄像挂上了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RF为什么厉害 他摄像出来的效果 基本上跟电影一样 特别牛 第一 最近对焦距离近了 0.4可以随便玩了 第二 焦外虚化超级好 第三 他拍摄的照片啊 这镜头就跟没玻璃似的 显像性特别好 就跟你眼睛直接看到的物体 没有任何阻拦 没有任何经过镜片过滤的素质一样 真实 特别真实 还好看 那一个镜头里边是十几个镜片呢 那照出来那个相机跟没镜片一样 超级棒 显像性特别好 不说什么立体色彩 都一流的 所以说目前来说 佳能几款镜头里边 RF的51.2 我个人 个人 仅一加之言 我个人认为51.2是最好的 后来出了个85.2 RF的85.2 一出来我就买了 我用了佳能的85.2之后 感觉它的素质 没有RF51.2做得好 实话实说 但是85.2现在 因为它焦段长呀 可能人像摄影里边常用 卖到了一万八千多 那个带散焦的那个呢 卖到了两万多 价格不便宜 但说实话价格也不贵 为什么呢 索尼镜头出来之后 索尼这个家伙 价格蹭蹭蹭飙上去了 所以搞到佳能一看 这怎么着 我这产品也不比索尼差呀 那我也不便宜 所以现在 佳能这RF镜头出来之后 哇 一列收割你的财产 一系列 在摄影爱好者和专业摄影领域里边 割麦子 都贵呀 2470我买 2470好价好 一万七千九买的 现在你要买一个RF51.2 一万七 买一个佳能的 这个RF的 八五一点二 两万 是吧 都不便宜呀 原来EF的镜头哪有这么贵 没这么贵 而且现在还没货 不过这两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个镜头毕竟它产量 产量在那放着 然后需求可能比较少 就是RF的100微距 这只镜头现在已经低于一万了 一万以下就能买到 刚开始的时候卖一万六 一万五千九 我买的是一万零九百 素质超级好 细腻 清澈 画面干净 在这要说一点 有些这个爱好者 或者说有些玩家经常老说呢 哎 那五十一点二跟五十一点 一点四光圈就差那么一点 就没什么差别 真的错了 他们的顶级镜头 不仅仅是分辨率高 它那个成像特干净 就这个色彩掺杂特少 真就像我说的 刚说的 就跟眼睛看到的一样 就像这个镜头没玻璃一样 特别棒 但是你别的镜头就不行了 你看这个五十一点八 素质也特别好 那照片不干净 特别浑杂浑浊 那五十一点二那照片就特强 特别显像性特别好 立体感 胶外什么不用说了 五十一点二那胶外虚化的 哎呀 那种散胶过斗的 特别舒服 而且这些超高级镜头 拍出来的照片一点不晕 所以说大家 你不用信说什么 驶马了腾龙了 镜头成像也不差 是确实好 不差 包括尼康 说实话 他们拍出来的照片晕 佳能牛逼就牛逼在这了 你不服不行 所以说我现在把这几大品牌玩过之后 佳能确实是最牛逼的 这是我是仅仅一家之言 我不跟人家抬杠 不跟谁反对 我目前的认知来说 佳能就是最牛逼的 东西确实好呀 而且你想要啥 它就给你能造出来啥 你不服不行 大三元不用说了 现在1535 2.8 2470 2.8 70 2.8 全出了 小四席也有了 1435 是吗 那70 240 都有了 你要啥 它给你弄啥 你比如说定焦 这也是一样 定焦现在这个RF出的有点慢 其实我现在最想等的是定焦的RF 241.4 或者退一步来说 出个351.2也行 因为现在进入这个视频领域了 我得摄像啊 有时候手持相机 我得拍着 尽量能轻一点 越轻越好 为啥以后进行视频领域了 你镜头轻一点 但是它最近出了一个162.8 很便宜的镜头 这个确实不错 这个镜头 我估计主要就是针对Vlog Vlog者们出的镜头 就是视频博主们出的一个镜头 我也很期待 毕竟手持我自拍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162.8 所以说RF51.2 85.2 100毫米微距 这三只镜头的成像素质 目前在佳能所有光学素质领域里边 已经是非常非常牛的镜头 那么后边还有一个RF的400和RF的600 它的素质更牛 价格更贵 一只镜头都十多万 甚至20万 那个就是说 咱们不是咱常用的 咱基本上不太聊这些镜头 我个人一般不太聊 200毫米以上的镜头 我都说的少 我现在还买了一个 佳能的RF的100 500 红圈镜头 这只镜头素质也非常好 它是替代原来的 佳能的 大白头 像以佳能的EF的100 400 二代 替代它了 所以说给它按一红圈 100500的红圈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拍鸟的人很多 因为鸟漂亮 器材贵 我可以写吧 是 那是人家的事 咱不干预 所以说我一般聊的话 镜头聊的都是200毫米以下的镜头 关于这三只镜头 我重点是想在评论区和大家互动 RF的51.2 八 RF的51.2 100毫米微距 这三只镜头我都有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对这三只镜头想要了解它什么 评论区 我跟大家多互动 这个节目我就是抛砖引语 我想跟大家的评论区探讨 大家提出问题 我多给大家回答 多给大家探讨 然后把这三只镜头了解透彻 用好它 尽量多用 我现在买了这几个镜头了 都在那放着 为啥呢 我这天天看闺女呢 我这现在小闺女一岁多 我天天看她 真没时间用 我也着急 着急也没用 看孩子头等大事 你没办法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观看 大家好 这期节目做一个什么节目呢 单反相机在摄影领域 还能有多久的生命力 是这样一个话题 实话实说 我个人现在把单反都卖完了 就剩下一个佳能的6D 是因为我那个是个全新的相机 卖的话太便宜了 我舍不得卖 放在那也没多少钱 偶尔我给闺女拍点照呀 或者说上街上去拍点计时 我还能偶尔用一下 当个背机吧 R6这块 这个6D这款相机 我也挺喜欢的 所以就留下来 因为便宜嘛 卖不了多少钱 但是就是说我个人来说 我把佳能的1DX3 5D4 5DSR都卖掉了 尼康的D5 尼康的这个 最顶级的单反相机 我全都卖掉了 那么从我一个个人的 这种转变来说 单反相机 在摄影领域的生命力 很快就会被 无法跟微单代替 因为影像的事情 也是在翻天覆地的 在演化改进 我们从静态影像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动态影像 那么动态影像来说 不管是相机也好 单反也好 微单也好 手机也好 我们的表现形式 已经从静态影像 转化到了视频模式 那么视频模式下 我们对一台相机的这个要求 变了 所以微单 应运而生 像我现在给大家录像的 这个小机器 是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卡片机 佳能的G7X3 因为我要是拍个Vlog 我要是做个视频什么的 轻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当时用单反的时候 我经常拿着第五 二二零 卡卡端着 那时候网络上有些人说 老师相机太重了 我那时候就不理解 他妈 相机重 相机重 你别搞摄影了 我那时候就是 特别反对人说相机重 相机越重越好呀 那好镜头和好机身 没清呢 包括现在进入这个微单领域 也是这样 但是 时代在改变 我们的需求在改变 轻现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很重要的一个需求 我现在满镜头就叫它轻 我现在用一个RF的51.8 我这两天还等那个RF的16 2.8呢 为什么 轻呀 我现在也逐渐的往视频方面发展 学习 因为我搞静态影像搞了二十多年了 人像摄影拍了二十多年 那么这个问题 在普遍的社会当中 单反相机还能维持多久的生命力 我相信 很快单反就要落寞 那有些人说了 他就喜欢单反啊 他就还追随着单反呢 他这话说的是自己骗自己 他要有钱更新 要舍得花钱更新 并不是 有的人啊 买器材并不是没钱 他是不舍的 如果说他觉得值 他想花 那早全都转微单了 谁还用单反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出现在了什么呢 出现在了这个微单 价格太贵 价格下不来呀 太贵了 单反还能扛一阵 如果是静态摄影 还有这个摄影工作室呀 摄影店呀 不加视频的这些摄影方面呀 微单还能扛一阵 因为相机厂家已经都不再做单反的研发了 基本上就处于准停产状态 所以说我们也要与时俱进 有些人跟我台下 那我就用单反 我就不喜欢这个微单 那是钱没到位 钱到位你也换了 实话实说 那现在还有用胶片的呢 现在还有用那个 还有用那个大话服的呢 还有用手动对胶 手动做机的呢 还有玩针孔的呢 那咱不反对 咱说的是大潮流 大潮流 大潮流来说 你比如说人有玩小众的 有玩胶片的 有玩单反的 这属于小众了 咱们从大的潮流 适用潮流来说 微单 目前来说 已经取代了 单反 因为在我们这些新锐 或者说各个方面的 这个摄影摄像领域 这个微单已经非常火爆了 就是说无反 无反相机 像佳能的这个R5R6 索尼的A7III 什么A333系列的 一系列 非常火 进入这个微单领域之后 尼康这个脚步太慢了 尼康本身 这个成像就是差点意思 灰不垃圾的 难受 所以说他自己不思进去 已经现在弄得 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了 现在重点就是 佳能 索尼 富士 尼康边缘化了头 原来我是尼康的这个忠实用户 所以说 单反还能维持多久 根据自己兜里的钱 有钱的 或者说思想先进的 全都早换成这个专威了 谁还用单反 我也是去年把我的单反 基本上都都都出掉了 全都换掉了 我现在用佳能的R6 佳能的R6 现在成了我的主打相机了 因为在佳能这几个相机里边来说 可选和可买的 目前就剩下R6了 其他的相机 都有各方面的这个 综合性能参售价格各个方面来说 R6是目前佳能的当红花旦 最值得购买的一款相机 就像当年的佳能5D2一样 非常值得购买的一款相机 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了 R25价格太贵 我能多出一个镜头钱来 我玩一个顶级镜头多好 性能基本上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R6的成像特点 还有这个 号称有EDX3的这个 什么传感器 还是什么的这个加持 非常好 机器反应也很迅速 就是网络那个传输 好像没有EDX3快 EDX3那个 无线网传 网手机里传照片 真的zozo的 然后R6R5呀 R2P呀 这都稍微慢一点 我是把这个微单 已经玩了一遍了 所以说单反相机 还能维持多久 取决于你对摄影的认知 和腰包里的钱的多少 从理念上来说 微单和转微 现在已经取代了单反 我个人就是一个实力 而且我是一个 纯粹的职业摄影师 我都从这个单反 顶级的单反 全都抛弃 换成这个微单了 那这是一个倾向 从我个人的 我一个人的这种感受 和时代这个把握上 就能感受到 单反已经不能满足 我们的日常需求和日常使用了 因为我们现在 基本上都要进入到视频领域 我们有很多的视频的需求 视频的需求来说 这个微单的摄影摄像 这个方便程度远远的高于单反 远远的高于单反 太方便了 而且他就专门为这个摄影摄像 提供了很大的科学设计 所以说单反相机还能维持多久 我觉得没什么可维持的 现在谁还买单反 如果现在谁买相机让我推荐 我全都推荐无法 我绝不可能推荐单反 除非他很固执 很固傲说 我就要单反 那行 那你就用单反吧 不管是从成像来说 还是从使用这个情况来说 微单都是非常优秀 非常方便 非常轻巧 非常舒服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尤其是关中方言统话继续讲解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什么呢 逆来求的 逆来求的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来说 逆来求的仅仅是一句陕西观中人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 那么这句话也是用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产生不同的意思和不同的效果 今天我详细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来求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 现在这个逆来求的意思就是 你这个可爱的人 你这个可爱的人 例如说 我跟我一哥们发小 我们好久没见面 一阵没见面了 两个饰都是一个人 最近今天有什么人 最近有什么人 最近来求的 宗侠里 那个就说 哎 仨宗侠 你可把我选 你这南球才为了弄仨里 两个人 互说 你南球的 哎 这就是 铁哥们特别好 才用这个 那比如说 两个人打架 也用这个 那如果说你南球的 这就不太友好了 这话就另一种意思 哎 我把你南球给热他了 哎 这个你南球的 就指你这个 坏人 或者你这个敌人的意思 哎 这就是你南球的 那么我现在先讲一下 你南球的是什么意思 首先说 来 你 就是指对方 来 来是什么 来 就是 挨的意思 挨 挨打 陕西人说 挨打 不说挨打 陕西人说 你来打 哎 你来打 就是你要被打了 挨打 啊 那么陕西人管 挨都 来 啊 那么现在翻译过来 意思是什么 来球的 就是挨球的 挨球的 挨球的是什么意思呢 被动词 挨 挨就是被 啊 挨了嘛 那么牵扯到第二个词了 挨球 球是什么意思 球就是 男人的生殖器 那么挨球的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大家非常明确 挨球的就指特指女性 哎 那么 来球的 这三个字 它的本意 是指 女性 是指女性 因为男人没这个功能 男人他不能挨 是吧 不能挨 所以一般指 逆男球的 他是 女性 但是这个词的由来 可能也是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哎 经常 夫妻两个 或者说 男女之间 跳皮的 说逆男球的 意思是形容这个女的呢 是你 背那啥了 哎 所以说 其实翻译过来 在北京也有这样的话 北京这样 北京的话怎么说呢 北京说 这其实说出来啊 大家都觉得是粗话 不文明 或者不好听 但是各地都有这样的话 都有这样的话 北京人说怎么说 啊你呀被操 被操的 被操的 跟陕西的 来求的是 一模一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 这个被 那啥 他意思 放在一起 都是指女性 但是我们现代把它演变成了一个词 口头禅 就像我开篇介绍的那样 其实是 就是说你这个人的意思 哎 或者说 我可爱的哥们的意思 好久不见了 你我哥们 我亲爱的哥们 你干什么呢 哎 来求的 演变成了一个词 但是这个词 用在不同的地方 是不同的意思 观众人都懂 来求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本意 本意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 这是他的本意 啊 来 是爱的意思 求 男人 那个 那个事 第一 虚词 是这个人的意思 那么 来求的 就是特质 被干的女人 这就是 来求的 那么我们现在 把它天天挂在嘴上 非常可爱 非常的什么 但是 呃 就像我前几期节目 做的似的 我们的 很多日常用语 都来自于那 有很多人就忌讳 说这是脏话呀 什么的 所以 我个人一直不认为 这是脏话 虽然 现在 为了推广 某一种语言 就去贬低 另一种语言的形成 说他不文明 或者说是脏话 这个 就像 以后 我们的后人 说我们这段人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这段历史 也是非常不光彩的 啊 我们这个时代 产生的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的历史 也是非常不好 没有什么好事 留下来 我的父辈们 给我们留下不好的东西 就是觉得文化大革命啊 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比较敏感 政治的东西 他有些东西不能说 是吧 那么牵扯到你乃球的 这个词的过程当中 乃 被动的词 特指女性 那么现在这个词 已经有了 你比如说 哎 你乃球的呀 回着说 这个哎 问乃球的 问乃球 哈的问 意思是 他个人 特别坏 啊 那么一般指 好话的时候 说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接近一个 虚词 或者说接近一个 口头禅 但是这个话 这三个字 也可以用在 不好的地方 那它就是一个 不好的词 就像我刚说的 骂人 哎 我也能确定 哈怂 那么在用到 这种语境和环境下的话 这个词 它就不是好词了 但是就是像我说的 刚两个人 在一桌子上吃饭 哎 你乃球的 最近都啥呀 那这就是非常友好 关系特别铁的人 才能当面说 你乃球的 哎 那是特别友好 铁 才说你乃球的 那么这个词的本意 大家听了之后 大家总觉得说不出嘴 或者什么的 但是 我在前几期节目里边 都讲了 很多语言都来自于那 来自于那点事 比如说上几期讲的 这个刮皮了 这个皮杆了 啊 这这些 谁皮了 啊 这些 对来得也能 还有男的那个 男的那个 日巴刹 啊 这这些词都也 真的来自于那 那么所以说 我们的语言形成 其实和其他国家和地区 民族是一样的 所有的语言的形成 都和日常生活有关 从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的演变 改进 爱来 那我们日常生活 人类或者说 其他任何动物 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是吃 维持生命 第二是干那事 繁衍生命 所以说最重要的两点 就是维持生命 和繁衍生命 那么最关注的是什么 那就是围绕着这两个事 维持我们的生命 和繁衍生命 在不断的进行 几千年历史的演变 战争 争夺 各方面 无非就是这两件事 是吧 人活到底 活到最本性的东西 那就是为了 维持自己的生命 那么就是吃 吃喝用 那你吃 吃的话 你就牵扯到了柴米油盐 酱醋茶 那嘴的东西 那就牵扯到了能源的争夺 地盘的争夺 我有多大面积的地 可以吃饭 我有多少能源可以用 煤炭电水 我可以用 那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多语言 那围绕着我们的繁衍问题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奶球的 奶球 那么在这个不断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形成了无数的 围绕着那块地方的予言 少数民族 外国 都这样 别的咋不懂 最起码外国人 也是他妈造你的意思 是吧 那 骂人啊 或者说激情表达的时候 或者说感叹的时候 都说 那一块的词 那证明大家最激动的 最感叹人的词 都来自于那一块 比如说北京人说 哇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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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有这段子 那么就是一个感叹词 但是这感叹词总有由来呀 卧槽是什么意思 是吧 那在陕西就说 那跟我操是一样的意思 是吧 特别感动的时候 我 那是特别感动 那是特别感动 那所以说不能说那一块的词咱们就把它非得要定义成脏话 我对这个定义 反对 是吧 反对有效没效 咱不管 表示反对 就跟现在咱们抗争没有用 没有用 表示抗争就行了 所以说 我们的无数语言 其实都隐身在那块 都是从那演变 隐身而来 那么我们最后还非得要把它排斥成一种脏话 说切而不用之 说我们先进了 我们那块越来越不能谈了 哇 那其实是落后了呢 还是先进了呢 是吧 所以说 我们对那块的定性应该是美好而浪嘛 并不是说的脏 忌讳 那么这个 这个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的文人骚客 文人默客 贪官污吏 有钱人 最后不都围绕着那点美好的事情 在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吗 是不是 所以说 不能把那块定性为 那个 那如果是那个的话 为什么不管是有钱人 还是什么人 首先都那块事 他咋那多呢 那块问题咋那多呢 是吧 古今如此 所以说 今天 你来的陕西人的口头禅 就讲到这 欢迎评论区细致探讨 拜拜 隐移了亿万观众儿女的绝密四大美食是什么 如果不是陕西人 这四大美食 他一定不知道 但如果你是陕西关中人 这四大美食大部分人都知道 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 今天我直接讲迟四大美食是什么 现在就揭晓答案 四大美食 第一大美食 建水泡沫 这个 我相信50岁往上的所有人都知道 建水泡沫 这是补育了我们亿万观众儿女的最重要的一道绝密美食 这道美食呢 不光补育了我们自己 也补育了我们的父辈们 我们的父辈们的父辈们 也是用这种方式 补育长大的 现在的孩子们特别幸福 你像我有一小闺女现在 每天几百种吃的 又有主食 又有水果 又有肉肉 又有零食 又有冰淇淋 又有无数好吃的东西 而在我们陕西关中 50岁往上的人 小时候 尤其是在婴儿的时候 怎么长大的 都是吃 加碎泡沫长大的 第二个食物 除了妈妈的母乳外 第二个食物 就是嚼碎了的馒头 给她吃 这就叫补 什么叫补 补育补育 补就是把这个东西 妈妈自己在嘴里嚼嚼 嚼完了之后 吐出来 然后给小孩吃 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么长大的 现在的人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 那多脏呀 不卫生呀 真错了 这个补育啊 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补育方式 是我们人类可能比较原始的补育方式 因为这个小孩在婴儿的时候 他还没长大呢 妈妈嘴里嚼完了这个东西 他经过唾液和这个 一些霉的这个微分解 然后再吐出来 给孩子吃 其实他是帮助孩子消化了一部分 而且带着妈妈身上的这个 各种这个这个免疫功能 进入自己的体内 你想想啊 婴儿啊 他还没到一岁呢 还没到半岁呢 他他没有那时候没有奶粉 没有奶粉 有的话也一般穷人也买不起 穷人就是给孩子吃点嚼馒头 嚼完了之后给他吃 嚼馒头 还有就是再大一点点 就是减水泡沫 减水泡沫 减水泡沫只有观众人知道 其他地人不知道减水泡沫是啥 这是一道伟大的美食 所以说 陕西 观众 四大伟大的四大美食 第一大美食就是 减水泡沫 减水泡沫 为什么说它是最伟大的呢 因为它是 补育我们生命初期的 不可缺的一个食物 所以说减水泡沫 很伟大 四大美食 我直接全说出来 四大美食 是什么 第一大美食 减水泡沫 第二大美食 红豆子蜜特 第三大美食 敢打面 第四大美食 油泡辣的假摸 这四个 这四个美食是陕西关中腹地最伟大的四大美食 为什么说它最伟大的 因为陕西关中的亿万儿女都是吃着这四大美食 从婴儿一直成长为成人 那么说第二大美食 红豆子蜜汤 红豆子蜜汤这个东西是陕西关中人爱喝米汤 米汤是什么 他就是把这个粥在在北京在北方来说 他们熬的这个稀饭在陕西那都太稠了 陕西人讲究这个米汤就是一锅汤里边放不点米就行 然后主要有红豆 陕西人爱吃红豆 红豆绿豆这都大婴豆多爱吃 陕西人爱吃豆子 尤其是关中人 红豆子蜜汤 他是把这个米汤熬的特别稀 直接能当水喝 里边然后有米有豆 这叫红豆子蜜汤 陕西人骂人的时候 或者说开玩笑的时候 说假如他比我小几岁 我说他的时候说 哎你还不行 再火几年豆子蜜汤再来 哎意思是 他这豆豆米汤喝的还不够岁数 还得再喝几年 意思是他这个能耐还不够 哎你现在你比如说一个十一二岁小孩 想跟一个十九岁二十岁的小伙子打架 这大一点的这二十岁的小伙子就会说 这个十岁小孩 哎你还不行 再火几年豆豆蜜汤 那你可想而知这个豆豆蜜汤 在陕西关中有多么重要 不可估量的重要 为什么呢 他直接说明了是你成长的生命的周期 用豆豆蜜汤来计算 这是不得了的 豆豆蜜汤也可以给婴儿喝 婴儿喝这个就是这个米汤 米汤 米汤 面汤面汤面粥都可以补育小婴儿 小婴儿 那么这个小婴儿长的一般长成了 或者豆豆蜜汤喝的我们大长大的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始吃面条 陕西关中人最最重要的一天当中最最重要的一顿饭 也就是午饭 我们叫赏饭 是什么 那就是面 面里面的最重要的面来说 一般家庭条件好的 我小时候的时候 来一碗嘎桥面 这就是我说的三大美 第四大美食的第三大美食 干打面 干打面 打是捞的意思 就是捞面 干桥面就是这个面里面不带汤 干捞出来一桥 桥就指的是放桥料 放点盐 那时候也没酱油啥的少 放点盐 放点葱花 一半 在家庭条件好的 搁点油泡辣的 干捞面 干打面吗 来一捞碗 太过瘾了 那时候人家穷 大部分家庭都吃的是汤面 那么能让你吃一碗干打面 这就是很厉害的待遇了 非常好的待遇了 就是这面里面不带汤 让你捞一碗吃 这是很高的待遇了 所以说你常年在外的陕西人 时间长了 你都惦记 蝶有碗面 陕西人管美美的吃一碗 叫蝶 蝶有碗面 蝶上我给你吃啥 吃点啥 蝶了两碗面 蝶有碗面 蝶 蝶是美美的吃一碗的意思 蝶面里吗 蝶就是狼吞火焰的吃叫蝶 再就是吃的过瘾叫蝶 美美的吃一顿也叫蝶 这个蝶有好多种意思 所以说蝶有碗面 这就是吃的很过瘾 再一个是蝶有碗面 如果我说蝶有碗面 这就是狼吞火焰的蝶有碗面 就狠狠地吃一顿的意思 这就是 第四大美食 就是有点馋嘴了 馋嘴了怎么说呢 第四大美食 油泡辣子假磨 哎呀 这你想想都过瘾 尤其是陕西关中人 谁想到这个油泡辣子 谁知道过瘾 为什么呢 我小的时候 都是家家自己种麦子 家家自己磨面 然后每一家自己蒸馒头 那么蒸馒头在陕西关中地区 就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 隔两三天会蒸一次馒头 我们老家叫整馒 戒戒戒戒戒戒 你戒一戒的就叫戒戒戒 后来管着叫背济磨 其实叫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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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 这种的叫戒戒磨 刚蒸出来的大磨 这么大个的 比现在咱那小圆的这么大点的大多了 这么大 刚蒸出来这个热磨 如果这儿有一盘油泼辣子 那么油泼辣子先量供应 不是你随便想吃多少吃多少 小孩加多了大人会打他的 你一个馒头夹那么多吃得了吗 再一个就是舍不得呀 大人知道这买辣的面也贵呀 油更贵呀 谁吃得起那油泼辣子 有的人都拿酱油凑拌辣子吃干拌 穷呀 所以说油泼辣子夹磨 就是刚蒸出来这热馒头 这油泼辣子 往里一抹 抹满了一捏 几口 干一个馒头 我年轻的时候 一顿曾经干过十几个馒头 那时候力量大 身体也瘦 能吃啊 十六七岁那时候真能吃一顿 那个馒头 我直接一尝尝了一剃 一剃里就十多个馒头 我一顿能吃十个以上 馒头 啊 那都是自己加磨的卖的粉呀 那馒头蒸出来都是卖香味 而且家庭条件不好的都是全卖馒头 为什么呢 就是黑黑面馒头 全卖 家庭条件好一点的 用那细的 这叫白面馒头 啊 我们老家吃那个 谁要那时候吃那个馒 说陪馒 啊 我们老家说 白是陪 陪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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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馒那是相当羡慕了 别人相当羡慕 一般情况下 大家吃的都是黑面馒头 白面留着做面条屎啊 谁蒸馒头哪白面蒸 是吧 白面馒头 还有一个 那时候的人家里都有猪油 哎呀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热蒸出来的热馒头里边 那个猪油罐子偷偷的掀开 趁妈妈不注意 进去之后 咔咔咔咔咔 玩两勺猪油 往那热馒头里咔咔咔咔咔咔 这样一抹 撒一点盐 咔捏 哎呀 吃吧 自由假摸 比油泡辣子还好吃 啊 它有肉香味啊 那猪油都是炼出来的 它本身就是熟油 它是熟 熟香味 那热馒头把那个凉的那个猪油 在里边一烤化 再撒几粒盐 你夹着吃 啊 人间美味 哪像现在这孩子 我儿子整天呢 啥好吃的搁那儿都没食欲 所以说人就是个贱皮子货 哎 想当初 我们通过这四大绝密美食 这四大伟大的这四种美食 是隐喻了亿万观众儿女 啊 你想想 我们这 我现在是五十岁 五十岁 五十岁 五十岁往上的人 都经历过 加水泡沫 红豆子蜜糖 甘打面 油泡辣子甲磨 啊 至现在关中 所有农村 的人 也都是这样吃 虽然大家有钱了 房子盖得特别好了 啊 工作也有 有车有房 而且都是二层楼 家庭条件也好 但是大家的饮食 基本没什么变化 那么在这些食的之外呢 我们经常还有一些 呃 我今天讲的这四大美食 为什么说它伟大呢 这四大美食是补育我们生命的 四大美食 我们平时还有一些很讲究的吃法 那就多了 那就多了 你比如说今天下雨呢 今天我这录节目外边下雨 一到这种下雨的时候 我们老家就会吃红兜子面 哎兜子面 那么一到夏天野菜啊 什么绿叶菜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吃柳面片片 回这吃柳面 啊就是现在说的绿面片 啊 平时我们家里来人啊 或者说有谁有家里有重要的事 我们还会吃个的啊 什么是个的 个的我们老家管饺子叫个的 呃 我们管主的这个 主的这个叫饺 叫个的 管蒸的就叫饺子 蒸饺 我们主的不能叫饺子 我们主的这只能叫个的 蒸的这个才叫饺子 啊 蒸的这个 才叫饺子 所以我没有蒸饺 啊 呃 在下面的以后的节目里面 我我会给大家逐渐讲我们的美食 比如说蒸饺 自卷 怎么做 怎么构成 怎么香 后面的节目 我给大家讲 今天我讲的这四大美食 主要是补育我们生命的四大美食 所以说 为什么说它伟大呢 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补育和维持了我们的生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观评论区 感谢陕西关中地区的人留言和发表意见 陕西之外的朋友 我们观中的饮食文化 我们的四大美食 你以前知道吗 所以说提起陕西的美食大家都知道 羊肉泡沫 表表面 这是不对的 啊 现代的美食是这样 羊肉泡沫 也是我们陕西的非常好 非常大的美食 但是这个美食 我会在以后的节目里边逐渐细讲 这个美食是在我们生命 维持我们生命之外的营养改善食物 我们以后的比如说像这个蒸饺啊 滋卷呀 羊肉泡沫呀 啊 少子面呀 啊 豆子面呀 铝片片呀 啊 呃 刺甩微欢呀 也叫刺 啊 这些很多很多美食 还有甘杂摩啊 锅盔啊 很多美食 我会 逐渐给大家细讲 今天主要讲的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四大美食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陕西话继续跟大家说两个词 一个是细谎 另一个是 我也 哎 今天这两个词 在观中方言里边也是几乎天天都能听到的词 陕西观中方言有好多万能词 什么叫万能词呢 就是一词多义 就是说这个词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但是用在任何一个地方意思都不一样 所以说方言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是一词多义 例如我现在今天讲的这两个词 一个是细谎 一个是我也 我先从我也讲起来 假如说 人家说 哎 那谁那媳妇物理受伤了我也的恨 那这个我也就指的他家里边干净整洁 有规则 哎 这就是说他家 我也的恨 那比如说说人家这个房子盖的漂亮 做工精致 哎 布局合理 怎么说 哎 哎 那房子盖的我也 这个我也就指的是他家的房子盖的布局合理 漂亮精致 这也叫我也 我也在这儿就是精致 漂亮 布局合理 啊 各种意思 那么刚才说人家媳妇那个家里收拾的我也 那意思是表示我也就是表示干净整洁 哎 收拾的合理 收纳的特别有有规矩 哎 这就叫我也 那么我也还有好多词 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跟朋友吃饭 这一桌子菜做的特别好 啊 哎 见个压派的 我呀 那么我也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在这块就单指 这一桌子菜 丰盛 哎 好吃 体面 这就叫我也 哎 哎 哎 那比如说说 哎 这房车 我也得看 哎 那这个在这儿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这个房车 用头广泛 哎 你买的还挺好 哎 它是一个议会词 议会词 所以说这个我也就是好多 说哎 哎 比如说说哎 人家这个节目做的我也呢 哎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吧 那就是说 这个节目做的哎 有 还好玩 有看点 那就说 我也 所以说陕西人这个我眼 所以说陕西人这个我眼 他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万能词 凡是遇到美好的东西 我都可以用我眼 是吧 是吧 哎 你看人家那媳妇长得 也可以用我眼 啊 说你盖雷猪圈盖的特别漂亮 也可以说 哎 哎 你还这活走的我眼呢 嘿 这次全我眼 哎 也可以用我眼 那么我眼这个词的本意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现在把这个翻译成一个 一个这个 口头禅的话 这个我眼 在陕西观众化里面 几乎能变成一个 我只要想赞美 我只要想夸谁什么东西 我用我眼大部分都可以 啊 我这有做的草稿 我有时候看啊 啊 所以说一个我眼 有一万个意思 这个大家一定要 要把它弄 弄明白 嗯 还有就是 我也这个 这个词啊 是一个议会词 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都很完美的展示了他的意思 但只有陕西人能懂 例如 把一个英雄 就是 就是 打架 啊 把一个坏人打了一顿 看热闹人议论的时候 也可以说 哎 哎 你还这死 总的 我也 点了一顿 我也 妹 哎 意思是这个 打他是正义的 打得对 那么陕西人就在这儿就会 把他意会成 这个我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为民除害 这件事做的好的意思 所以说 这个我也呀 可以用在 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 情况下 大部分 都能使用 就像我前几期节目讲的 什么 瓜皮了 你把皮擀了 这些话 为什么都成为口头禅了呢 成为口头禅的话 不得了 什么 就是 一词多意 最后变成了 议会词 那么议会词就是方言 最有魅力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具体意思 但是他什么意思都有 这就是方言的魅力 方言的魅力就是 本地人可以议会 根据语气的轻重 说话的轻重 语调的声扬 轻重 一个人的情绪和表情的配合 就能明白一个字 一个字 是什么意思 他 就是 一词多意 所以说 方言 美丽无穷 值得 记录 所以说 你比如说说 口头禅 哎呀 哎呀 你这房车 我也恨 哎 人家外房车 十多里 我也恨 啊 这一座子 发 我也恨 这都能用 哎 你想 让我把我也 用在哪儿 我基本都能用 为什么呢 他就是一词多意 亦会词 所以说 方言 博大精深的地方 和 高端 有文化的地方 就在于 一词多意 一词 无意 没有一个具体的意思 但又有一万种意思 哎 哎 你就去谢吧 嗯 你比如说 说一件物品 我也 那意思是 做工精致 考究 哎 说人媳妇把屋里收拾的 我也 那就是干净整洁的意思 哎 还有啊 我看一看 还有就是说 你穿了一件金大衣 好看 哎 你这大畅我也恨 你这一套衣服漂亮 他也可以用 我也 哎 说你这双鞋好也可以 耶 啊 你这鞋我也 意思你这鞋又漂亮 又结实 又好看 估计穿着也舒服 说你这鞋我也 哎 有羡慕 羡慕的成分在里面 啊 所以这我也 你看这个这个他有 他有无数这种词 所以说 我也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一个接近口头禅的万能词 陕西话里面有无数万能词 也就是这个词放在哪都行 有一万种的意思 那你想 我现在就是说 把这个我也 给大家指引一下 用一个词 可以把 我也 翻译的差不多 这个词 在普通话里面叫什么呢 我也 在普通话里面 我也 就等于 完美的意思 哎 如果说翻译成完美 那么 接近普通话的村 普通话也有议会村 比如说这个我也 这个完美 那他不能说 还没有说像陕西方言 关中方言这种 这种议会更深 就是说 但是大家也可以理解 你比如说 他是怎么说呢 比如说 哎 你觉得我这房车怎么样 人就两字 哎 完美 哎 完美 那你就是议会吗 他说的是房车完美呢 还是你的价钱完美 还是这房车漂亮 还是你买的这事过程完美 他一个完美 你就理解这是个好词 但是他说的是什么 你自己议会 这就是好玩就好玩在这儿 今天这桌子饭吃的怎么样 完美 哎 你看这个完美 也是个万能词 这个完美啊 就相当于是陕西的我眼 但是还没有我眼那个语境和词语更好 但是已经接近了 因为完美大家能用在口头禅上吗 有一段时间 大家把这个完美经常用在口头禅上 问你这个事干的怎么样 完美 哎 普通话里的议会词 完美 所以说 陕西关中方言 有无数的词 是议会词 一词多译 他没有具体的意思 但是他又把所有的意思 都表达明白了 那么你学这个 这个方言你就太难了 那真的不是学个汉语 学个普通话这么简单 他 他不能用用文词表达吗 你比如说像我举例说明的 人说你这 你这东西怎么样 好 好 这就是一般好 一般般 不错 那么 说你这东西怎么样 好 那么就是 比较好 不错 那么 再说一下 你这东西怎么样 好 那就是特别好 好 那么在普通话或者文字表达里面 都是一个好字 都是一个好字 那你这个好 在陕西方言里面都是一个字 那么你在普通话里面可能就会说 一般 比较好 特别好 非常好 好的不得了 是吧 那你翻译的话是这样翻译 五种意思 但在 观中方言里面就都是一个字 好 那这个好就来了 这个好就是 好多种意思呀 他议会词都是一个好字 那么普通话可能是便学习 大白话嘛 然后把懂有些东西可能说的比较清楚 但是失去了方言应该有的那种味道 和词深层的词意 那你比如说人说好 这个好 是一般好 还凑合 我理解你不容易了 你这是就是凑合事了 说你做的不用心都是一个好 那这个好说的轻一点 是吧 人家 陕西人他这个说好 他后边还有好多词呢 那好得很 好 真好 啊 和这些 哎呀 好咋了 哎 哎 他这个好里边 你普通话又翻译不了 他跟你那个非常好 特别好 好得不得了 还不一样 他都是特别好 他里边有赞美 有期许 啊 有埋怨 有各种各种意思的一种好在里 还有羡慕基督恨也是好 啊 所以说 这就是大概举例说明 一个词 一个词的意思 都是一词多译 那么这个我也是什么意思 就接近于完美 漂亮 做工精致 考究 啊 整理的 收纳的非常好 各种意思 在里面 我也就是一个完美漂亮 等于接近等于完美漂亮 啊 的意思 但是你还解释不清楚 但是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完美 呃这个这个 我也跟完美化一等号 让大家好理解 但并不是等于就是我也就是完美 接近 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这期节目本来是讲两个词 讲是细谎和我也 结果就讲一个词 讲一个我也 其实我每一期节目讲一个词 大家能理解的更好 啊评论区留言 咱们互动把这个词探讨的也更到位一点 更到位一点 然后呢 看他都能用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的家乡如果说 我也 你们家乡有一个什么词 和我也相近呢 这个我也 我相信陕西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 包括甘肃一些地区 山西一些地区 河南一些地区 可能都都能听懂 我也 因为这个词 肯定就是以前官话的一个词 现在没有了 语言也在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废弃 所以我为什么着急的把方言记录下来 我和大家共同努力 把这个方言通过影音记录下来 我现在这个评论区 有很多这个对方言特别有兴趣的朋友 也在不断的在完善这个 呃观中方言 我也收录了很多 我慢慢给大家把这个讲 讲出来 咱们把它留成历史 通过这个影音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以后的人 最起码知道我们当时说完美怎么说 我们说我也 这我也这个词 哎呀我个人估计 就是都维持不了多久了 包括细谎 细谎我下一期给大家再讲 再做一个节目把细谎给大家讲透 这期节目就讲到这 我也的恨 拜拜 给大家讲一个陕西观中方言里边的词 细谎 细谎这个词啊 在陕西观中方言里边 基本上天天可以用 陕西人啊 他这个 有极大的悲情主义色彩 可能因为自己这个 呃永远是兵家 必争之地 谁占据 谁占据了关中 谁就占整个会统治中国 所以说 关中这片地方 不得了 所以说 陕西人有一种悲情主义色彩 孤独主义色彩 他又是独狼 啊 又是 这个 特别悲情枪 情小靠后嘛 王朝 也 马汉 和儿一声 莫 护未来 往后推 嘿嘿嘿 王朝马汉 吼一声 秦枪主要就是吼 吼出来啊 他特别喜的 悲情 荒凉 孤独 呐喊 释放 所以说 陕西人 又有内在的 又有一种就是 浪漫主义和豪情的这个情怀 毕竟地处 西北 所以说 陕西人 他是崇尚 个人英雄主义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 比如说是现在目前来说 这个比如说咱国家的这个 特种兵啊 什么的这个招收的话 一般比较喜欢这个 陕西人 陕西人他是独狼主义色彩 所以你看陕西这个 网友很多网友这个 这个这个 网名了什么 都是什么西北狼呀 什么的 这个狼一类的 都狼了 或者什么的 狼 西北人其实大都崇尚狼 为什么都崇尚狼呢 其实狼他与这个文化有关系 陕西人为什么也崇拜狼呢 狼头疼这个是原来北方民族里边 基本上都上狼 狼都是头疼 什么是狼 你看古代说这个这个 说蝉鱼 大蝉鱼蝉鱼 大家把它翻译的很好啊 说非说是蝉鱼 其实蝉鱼直译成咱们汉语就是狼王的意思 就是崇尚狼嘛 说这大蝉鱼 大蝉鱼就是大狼王 蝉鱼就是狼王的意思 所以说西北人上狼的这个历史 可以追溯很久很远 你比如说蒙古 这个蝉鱼嘛 都是从这边来的 从西下 西边北边这边来 都是当时都是叫那些大蝉鱼 其实都是上狼的嘛 所以你看包括西北 我们现在陕西人 好多人也是上狼的 你看这个陕西人 很多这个网名啥 都是什么狼 什么狼 他骨子里边是 是一种 个人英雄主义 他比较孤独 但是比较勇猛 能忍受个人的孤独 与凄惨 所以说陕西人有悲情主义算败 那么西晃这个词 西晃这个词 我给大家指引一下啊 西晃跟我上一期 本来上一期是讲两个词 一个西晃一个我也 那把这两个词分开来讲 就是为多聊一聊 多说一说 其实我讲的还不全 有时候躺在那想的时候 想的特别全 哎呀这个西晃能用在哪 那个我也能用在哪 想了好多 讲的时候有时候就就忘 所以希望评论区 大家跟我互动 西晃这个词啊 要是直译的话 可以直译成可 那么说自己西晃的时候 一般就是说自己可怜 穷魄 日子紧 真是可怜 那说别人西晃的时候 说别人西晃的时候 他带有同情心 哎 说哎为我西晃周岁 摩达摩麻 我也哇西晃得很 那就是说这个孩子 从小就没爹没娘 一个孩子特别可怜的生活 啊 啊 那就带有一定的同情心 所以说西晃 那比如说 哎 这这一成两年多了 那西晃的坚持不行了 两年多没有手足吗 哎 西晃的 那意思就是日子过得特别紧张 可怜的不行 哎 过得紧 西晃 那这个西晃呢就是 我可怜的两年多都没收入了 啊 我日子过得紧 没钱花了 你看我可多可怜 哎 这就是西晃 还有一个西晃 西晃他再翻译过来 还有一个意思 哎 你看这个陕西晃就是观中方言 就是一词多译万能词 西晃还代表哭泣的意思 哎 你比如说谁家老人去世了 这个人就跟另一个人 哎呀 爸爸把人戏晃的 意思 哎 把人哭得特别悲伤 这也叫戏晃的 戏晃的就是特别悲伤的意思 你看 这意思又来了 他本来比如说是可怜的意思 那到这又是悲伤 哎 悲情的 悲可特别悲 就是说哎你把戏晃了啊 意思是你别悲伤你别哭了 你比如说他家老人去世了 劝这个人 这个人劝那个人 哎 你可行了行了 包西晃了 哎 差不多了 哎 意思是你你别太悲伤了 也别哭了 啊 就这打住吧 哎 那如果说别人家去世了 亲戚去世了 啊自己就赶紧 哎 哎 那这话咋 我快的去摸了 哎 那不然可戏晃的不行啊 哎 那这戏晃又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这个戏晃 和其他众多的陕西方言的词是一样的 他都是一词多语 用在哪都行 这个妈和儿子长期没见面 一见面 哎 哎 我挖到西晃的 这 这打野人 你能行吗 不行 他这个说我挖西晃的 意思是充满了关心 关怀 和爱 他说他挖西晃的 哎 挖西晃的 那并不是说挖真的可怜 他就是说意思是 哎 我儿子 这一个人挺孤独的 挺那个挺男的 哎 都说我挖西晃的 我挖西晃的意思 其实是充满了关怀 关心 说我儿子一个人孤独寂寞 哎 这就叫西晃 所以说西晃 也是个一词多语的词 这是方言的魅力就在这儿 所以说评论区里边 能懂西晃的人 咱们多互动 把咱这个陕西观众方言 发扬光大 记录下来 哎 你比如说这个西晃 我跟我 啊你最近弄咋的 你最近弄咋的 哎 我最近西晃的 咋的 哎 要 媳妇跟人跑了 不是西晃的 哎 哎 你说 这也能用西晃 是吧 嗯 这节我得删了 这 我跟我一哥们儿见面了 我一哥们儿 哎呀 最近马上西晃的 我一站的 哎 媳妇跟人跑了 我一年儿带走了 就生上恶野人 西晃的跟上去 哎 这个西晃就是我一个人 孤独寂寞难耐 也没人给我做饭 也没人照顾我 哎 这个西晃 这个西晃在这儿 意思就是 孤独寂寞 悲伤 可怜 啊 等等 他是这意思 所以说这个西晃 他有文化内涵 和词词译的深层意思 都在意会 所以说方言的魅力 大的魅力 就是说他很多深层的意思 只可意会 翻译不出来 那你外地人学的话不好学 这种文化只能靠熏陶 熏陶 就你在这个环境里 生活的很久了 你大概就知道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但是不可言状 就说不出来 就像我刚举例说明的 我这一哥们跟我见面 是西红 那他的意思是 表示我最近很不顺 我家里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 所以我西红 我西红 哎在这一块就是 没人照应 一个人孤独寂寞 各个方面的意思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西红 还代表哭 悲伤的意思 是吧 穷的不行了 也说我西红 你最近 怎么着 这个这个 收入怎么样 西红的跟什么的 意思是我收入很少 没什么收入 这都是悲情主义 然后一般就是 挂在嘴边的话就是 比如说像 家里人说话的时候 一张嘴就说 应该西红的 哎 老婆西红的吗 他喜欢让人说他西红 啊 就是 被人说西红的意思就是 别人同情我 别人都看我挺可怜的 这意思啊 所以说西红的也是一个 放在接近口头禅的话 表示我比较难过的时候 也就是用西红啊 西红啊 西红也等于难过 西红也等于这个可怜 难过 悲伤 啊 各种意思 就是我在不太顺的时候 比较难的时候 比较悲伤的时候 都可以用西红 啊 当然说别人西红的时候 一般是带有这个同情心 和想帮助他 说再一个就是说 我至少我是 看见他可怜了 这个是说别人西红 说自己西红 还有说自己家人西红的时候 那是一种安慰和爱 啊 西红 希望咱们大秦区 懂得西红的人 跟咱在评论区 多讨论 看他都能用在哪 咱们多探讨 把咱们的陕西方言 通过影音留下来 西红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收看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用陕西观中话 给大家读一段 陈忠实先生的白露源 白露源写的就是陕西观中的真实的事情 他虽然是一部小说 但是他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依据 所以说陈忠实老师 他已经就是超级大师了 他写的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史诗级的小说 我个人没有读过 我个人没有读过 但是我看过白露源的电影 就是这个叫 我对明星都不太敏感 或者说我都不知道是谁 那个叫张雨琪演的那个电影 那王全安导演导演导演的 这个陈忠实先生的白露源 有很多人都想把它拍成电影 但是太难拍了 这个电影这个故事最好是我们陕西的导演 陕西级的导演 陕西级的导演其实有很多 你像最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的张一模 这就是我们地道的陕西观中人 还有顾长卫 王全安 这都是比较著名的 我们陕西陕西观中级的电影导演 电视剧导演也有很多 比如说后来演的这个 你像张嘉义 这都是我们陕西级的 这个 你像还有这个 那老爷子叫什么 李奇 这都是陕西 包括孙浩 这他们都走那 都走那个演员那片的路 只有真正的陕西观中人 才能把陈忠实先生的白露原理的东西 演或者说理解的更透彻一些 陈忠实先生写的这个白露原是 一段历史过渡时期 从清末到民国到我们现代共产党 这是分基本上是三个段的历史事实 所以说这个书我没读过 我读书比较少 所以说我给大家念一段 用陕西观中画念一段陈忠实先生的白露原 电视剧你像这个我的我家人什么的 也挺爱看这个比如说白露原这个电视剧的 白露原的这个电影我个人看了至少都有五遍 但是保贬不一嘛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就是白家轩 陆三 黑娃 田小鹅 就这么几个人 那大家评论说这个白露原拍成了这个田小鹅传 白露原说不好听的话 人类活着其实就是围绕那点事传 你看看那个田小鹅基本上跟村子里那些 稍微那跳皮点的稍微那个有点本事 或者稍微活动量大点的人都睡过 其实村子里包括人一生的交往 很多事都是围绕着男女关系的转 离不开 所以说其实也不忌讳 所以说你比如说像我们陕西籍的大作家也很多很多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像陈忠实 甲平蛙 露瑶 柳青 这这这这都是陕西籍的很著名的一些大作家 那么比如说甲平蛙当时写的什么废兜还是叫啥 围城还是废兜类的 我没读过 其实都是随开始一吸引读者或者说书卖的特别好特别牛 其实好像都与那个性描写有关系 这书就火了 包括陈忠实先生这个书也是这样 也有这方面描写 但是实话实说 这些大作家在写书的时候 他不是刻意描写那块 而是那块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绕不开 那里 我会拿着 有很多东西 在那里 什么是